日昌康城拍季季 逆市交价2%推售70伙 发展商真的有信心 香港流价由3月到今年的8月 是升了还是跌了 看看CCL指数 3月时CCL是147 到现在CCL是141 中间跌了6个点子 计算百分比是跌了4% 为什么会说这个话题 因为日昌康城第22期 昨天加推了70伙 有20个是一房 25个是两房 25个是两房半 实用面积由314尺到537尺 有5个副款方式 职工的最高折扣是12% 总价由450万到848万 平均尺价是14819元 这是它职工的尺价 如果见期的尺价 我自己计算是15660元 对比它3月 第一批卖的尺价14188元 而去到4月的B期 卖的平均尺价14488元 贝德峰的卖楼策略 依然是一期比一期贵 这个都很简单 因为离它收楼的日期是越来越短 变相来说 在楼番上的折扣 它是收起了少少的 所以有些人认为它是同价推 如果撇除其他的因素 这样的计划是没问题的 但是发展商忽略了市场因素 就是由3月到8月 楼价跌了5% 这里就加了2% 双差是7% 在这样的市场之下 为什么发展商这么投贴 依然要加价呢? 我们看看销售数据 整个12期有3座大楼 提供1985伙 整个项目卖出了784伙 套现接近50日 已经回了本 先前现售的单位所剩余多 这件事加多这一批货 纯粹因为没有货卖 加出来的 最重要 市场通敬9月减息 发展商先将货源上架 那就有机会会捉到一批 趕着入市的买家 减息落实之前 其实市场都需要加快的部分 一些新本来推售 令到市场可以多些成交去支持 而在香港 港铁上各有的物业 一直都是不休买 而且还有一年的楼花期 让他慢慢买 发展商不急 自然会贴市价去买 甚至是超过市价 如果对比二手 康盛的头三期数 他们平均尺价是8000元一尺 到14000元一尺 至于其余5年内的半三个月 尺价是12000到17000元 作为一个买家 与其花每尺均价14810元 去买一个楼花 倒不如去二手尋导 如果你计算建期价15660元 这口关价 你在二手 基本上可以好像皇帝选非那样的印度 你觉得呢? 今天就有这么多 我是路易斯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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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